用一个好球献出开球出体验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尽管在国民党桃园市长这一局 连登板的机会都没有 他继续热身在校正已经被提名的张善政 用前一天蓝议员出示近五成的民调 直指张善政出现没公平正义 更不符合桃园人期待 更坚定罗志强不甩国民党 想要他退出条件是这个 张善政院长却沉默不语的话 当然很多桃园市民就会认为说 那也是程序不正义的共犯 张善政如果愿意补证程序正义 罗志强立刻宣布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我已经不再想要跟朱立文主席对话 跟他对话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 把压力转移给张善政来逼党主席朱立伦 罗志强隔山打牛 张善政则在脸书温情喊话 说自己承诺参选就该全力以赴 但征召过程沟通不周延 引发争议感到抱歉 判吕玉玲委员跟罗志强能贡献卓越智慧 扮演不可或缺关键要角 张善政急欲团结内部 但国民党可是信心满满 内部民调更显示张善政打偏绿营无敌手 连退役少将于北辰都说 再这样下去 国民党在桃园支持度可能超过七成 会让我觉得我离开国民党是错的 大家对这份国民党的民调都觉得蛮惊讶的 那我就不要去打击他们的士气了 是国民党在自嗨还是张善政真的强 来因茶壶风暴还在上演 罗志强在出招要告诉朱立伦 自己还没出局 TVBS新闻林志伟 刘宇军 你评计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